為著高雷企業中市萬港的好利和薪水 中華官政府說是頭一次來基盤這外的中華 職場好幸福 現好企業就業論團到標榮的活動 標榮館來27間就中的企業 就由現好企業的精算標榮 讓更多企業來學習 創作優先的工作環境 高雷中市萬港好利的現好企業 中華官政府標榮館來27間節優唱唱 低到標榮的唱唱也來影響整個 靠心力賺錢而不是靠勞力賺錢 這一點在我們公社很重要 可是要達成這一點的話 最主要就是員工的教育訓練 等於說要讓員工改變以前的習慣 只是用手做 變成說因為我們引進機器人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手是不用做 他是站在那邊看機器人做 可是在看的時候就要用心力說 機器人哪裡可以改善 那機器人哪裡可以做得更好 國富的工廠表示 中華官有4萬多間的事業單位 27間幸福企業可以讓其他企業 觀望合宿 應做適合完工 更加幸福快樂 安心又安全的設定環境 能夠加入幸福的企業 提供比較優質的以及勞動的條件 甚至於這個比較合理的提高的 他們的薪資 讓勞工真的來這個企業裡面上班 就好像來到自己溫暖的家一樣 為了讓更多的企業可以學習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辦理這樣一個活動 就是選出我們彰化線的標竿企業 讓更多的事業單位 能夠給員工提供更幸福更快樂 更安心更安全的一個職場的工作環境 除了標榮27間幸福企業以外 也要請到將的出雄奢奔奔奔奔 經過基盤幸福企業 應所經營之道的演講 還有打著幸福企業 方程式的綜合作單 大中華新聞 鄉西良中華 彩虹寶島